爱生活爱美食 大家好,我是小莉 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土豆的新吃法 它吃起来的口感香甜,软糯,好消化,健康又营养 上桌以后大人小孩抢着吃 下面我们开始吧 我们来准备一下糖馅 在碗中准备大约十几克的红糖 加入两小勺白芝麻 再加入少许的面粉 调匀 放到一旁备用 我准备了一个大一些的土豆 清洗干净去皮 切成薄片 切好以后放入盘子中 隔水蒸熟 将蒸熟的土豆倒去多余的水分 趁热打成泥 因为土豆的含水量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少量多次的来添加糯米粉 我用了270克的土豆泥 一共加了50克糯米粉 最后调好的面团是非常柔软的 然后直接揪下来一块 先用手团圆 再把边缘捏得薄一些 在中间放上一小勺的红糖馅 最后收口 再把它团圆 压出小饼的形状 这样就可以了 在平底锅中刷少许的植物油 将小饼逐个的放入锅中 稍稍地整理以后 再加盖 一直保持中小火 老大约1-2分钟 我们把它翻个面 再烙大约1分多钟 我们可以看一下 烙到另一面定型上色 然后再翻过来 再烙大约1分钟 一直烙到小饼的颜色 有一些半透明 两边定型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这款用土豆做的红糖糯米饼 吃起来口味清甜 有淡淡的土豆饼的香味 软软的 做主食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 既好吃又营养 你也赶快动手试一下吧 我是小丽 每天都做好吃的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 明天见